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象体型庞大 重达五吨 它们在原始密林中生活 这种庞然大物食量惊人 每天必须摄入三十到六十公斤食物 野生大象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生活 石头左右大象组成象群 它们需要足够面积的栖息地 但是热带羽林面积在不断萎缩 象群有时会涉嫌越界到人类的领地觅食 农田里种植的香蕉与甘蔗 散发着无穷的诱惑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人类冲突日渐加剧 双方都需要得到保护 护林员李德明 肩负着监测野生大象行踪的重任 每天他都要深入密林寻找野象 把象群可能出现的地点通知乡里 避免伤及人群 亚洲象为了获取足够食物 每天必须跋涉三十公里 行踪不定 为了掌握象群情况 李德明必须翻山越岭 追踪象群 大象虽然体型庞大 但在深山密林掩映下 要想捕捉到他们的踪影 也绝非一失 我计算是一个王国谭 当这些可能性是一个王国谭 是一个王国谭 是一个王国谭 是一个王国地 用台的王国谭 在深山的国谭 只有李德明知道追踪野象的秘法 亚洲象最喜欢水 河流就是他们的游乐场 现在他们正在享受休闲一棵 中文字幕提供 与这陆地上体型最庞大的生灵相比 人类既渺小脆弱又强悍坚韧 我们能够改变山川河流 却也要承担过度索取的恶果 今天以李德明为代表的村民 正在学会与这些巨兽共处 共享大自然的馈赠 夏季 每个属兔家庭都会挖掘复杂的洞穴系统 高原属兔 世界屋脊上种群量最大的物种 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 整个夏天都是他们的繁殖期 这段时间 一只雌性高原属兔可以生育两胎 多达十只幼崽 他们是草原上快乐的音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兔孙》 兔孙神秘的猫科动物 难得一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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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野猫牛 高原上体型最大的动物 狼群展开攻击 受惊扰的牛群快速聚集保护小牛 成年野猫牛重达500公斤 拥有十倍以上狼的体魄 出生的小牛成为狼群的攻击对象 这是一场生死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